从租住北京郊区大平房到如今别墅好一套 郭德纲用自己的努力实现了住房自由 不过作为德云少东家的郭麒麟 为何却一直不买房 德云社里的其他角儿们又都住着什么样的房子呢 本期视频事个代年了解一二 郭德纲 从山上北京到成为相声级的翘楚 郭德纲为梦想吃过苦流过泪 起初创办德云社的时候 郭德纲没少往里提前 为了节省开销 老郭带着徒弟租住在北京郊区的平房里 虽说平房稍微简陋 但有妻子有知己有徒弟在身旁 也算是温馨 2005年 后机勃发的等云社开始红火起来 小剧场的门票供不应求 几千上万人的商业门票也是一秒授盘 就连老郭自己都亲口说过 2005年到今天别的不敢说 就是跟相声有关的商演卖票的 超过两千人往上的就是我干的 就这么简单 多的到十万人一场在这个地球上干商演 我垄断了 2005年到2009年间 迅速出名的德云社 让郭德纲赚了第一桶金 正前后的郭德纲 第一件事就是买房子 位于北京银海庄园的独栋别墅 但郭德纲也没想到 就是这栋别墅让自己深陷舆论 好在郭德纲深圳不怕影子鞋 带着德云弟子挺过难关之后 郭德纲的事业又上一层楼 没多久 以顾恩师侯耀文的女儿寻求帮助 为了报恩 郭德纲更是用三千万 直接买一下侯耀文 位于玫瑰园的房产 随着德云社事业的发展壮大 郭德纲还直接买下了恩师故居旁边的别墅 打通之后变成了大院子 方便平时弟子们聚会 光是一个餐厅 舍格目测至少得有一百平 再加上以黄色为主调的装修 不仔细看 舍格还以为进了皇宫呢 2012年 灯舍墨尔本分社建立 为了方便演出 郭德纲花了222万欧元 买了一栋在露天泳池和网球场的房子 从吃不起饭到实现住房自有 郭德纲用自己的努力实现梦想 独买几套房子 难道不是应该的吗 于谦 虽说是陪着郭德纲从苦日子过来的 但于谦于大爷却从未缺过钱 结婚之后住的是楼房 除了自己家人住之外 还能让干儿子孟赫堂在家里住 那至少得是三十一厅 大儿子于思阳出生之后 还买了带院子的小别墅 整体装修以简约为主 搭配一些欧史风格的家具 满满的都是生活气息 和郭德纲比起来 于谦的房子真的不值一提 但事儿格可提醒大家 别忘了 前儿格还有一个四万多平的四人马场 如果把马场面积算进去 那于谦的房子面积 必须是德云社第一大 鸾云平 作为近几年红火起来的德云社副总 除了在舞台上新粉丝之外 私下里的鸾副总更是引起 事儿格好奇 在德云社收入不菲的盘盘 到底住着什么样的房子 是和师傅一样的小别墅 还是会和我们一样住楼房 带着好奇心的事儿格 仔细翻阅了鸾云平的社交账号后 不禁感叹一句 原来鸾云平才是德云弟子中真正的隐藏富豪 除了有一栋小别墅之外 鸾云平在北京还拥有一座四合院 先不说小别墅值多少钱了 就只算那座四合院 鸾云平就打败了多少人 身价不菲还能这么低调 事儿格真是越来越喜欢鸾副总了 张云雷 身为德云社的大师兄 不少人好奇张云雷住什么样的房子 事儿格在查阅资料之后才得知 我们比尔格可是不声不响的买了两套房子 第一套是在天津的小别墅 整体欧式装修 搭配石墓茶几别有一番风味 不过事儿格最喜欢的地方 是张云雷将师傅照片做成抱枕放在床上 买第二套房子的时候 张云雷一定是想着离师傅近一点 能时常去蹭饭吃 这不 比尔格直接在玫瑰园附近花了将近两千万买下一套房子 整体装修风格偏简约 尤其是厨房 神德 事儿格喜爱 也不知道谁会那么幸运 吃上张云雷 亲手为他煮的泡面 郭麒麟 虽说自己家里有大别墅 但为了吃外卖 以及出去玩 郭麒麟还是选择离开父母 自己独居在明星扎堆的泛海国际租了套房 两室两厅的户刑 一个人住绰绰有余 而且一向节省的郭麒麟 房子里面除了必要的生活家具外 没有任何多余的家具 其实以郭麒麟的财力 在北京买套房应该不是难事 但由于社保原因 郭麒麟至少得到明年才能有购房资格吧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工 靠自己的努力成功的角儿们 值得拥有更好的 但事哥也希望他们 在实现财务自由 住上豪宅的同时 别忘了继续经济相声水平 给我们带来更多更好的作品 关注事哥 带您了解您不知道的德云趣事 idade云趣事 感谢观看